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d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6月26号 星期三 今天是要聊昭和特辑 终于聊到昭和50年了 哇这个昭和啊 一路这样子聊下来 其实好像快要结束了 应该还有到64年吗 还有14 依照我们这一个速度继续下去的话 14年好像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好像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28除以4 大概还有半年 可以把它全部都结束掉 好啦 先来回复一下QA 好久没有聊了 这个是六年一班的梁同学 喜迎研究生休假归来 我是六年级的大叔 疫情后开始准备日本旅行时 就刚好听到研究生的日本大特搜 一路听下来也加入Lab和旅途 算是非常喜欢研究生的节目 趁着研究生放假的时候 我又二刷了之前的节目 也有不同的感受 之前最在意的是 为什么要养一只狗 然后取名叫教授 这样真的可以吗 天研究生休假前 最后一集讲教授的由来 我终于知道 这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概念 希望研究生持续以研究的态度 做出更多的节目 加会所有的听众 感谢 我也谢谢你 其实你知道 养一只狗要教他的东西 真的很少 你就握握手啦 吃饭啦 转圈圈啦 还有什么 high five 然后可能大小编要教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啦 其实没有要教什么东西 真的是一个生命在家里面 教我的东西 应该比我教他的 还要多非常多 非常感谢你 已经二刷了 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勇气二刷 觉得在之前的节目 我真的是有一点点都不是很确定 前面讲了些什么 好了 非常感谢 再来这个是 Skyman Dead Di 0415 研究生最高 感谢研究生 从去年第一集开始听到现在 魁维五年 终于再度踏上日本 研究生的所有资讯都非常棒 我也因为旅途节目而开出了 人生第一张里程票 台北到东京 中庭五天 东京到旧金山 我才了解到 原来只要有一段商务舱 前面的一段行李 也可以享有商务舱的重量 真的非常感谢研究生 在东京塌下的每一步都仿佛 有个人在旁边耳提秘秘 非常受用的资讯 我也有到横滨港未来 谢谢东京电通 你自己在旧金山开奶茶店五天 希望有天能像研究生一样 有个能够让来旧金山 或者湾区的人 有一个非常受用资讯的来源 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你 这个魁魁五年 因为你住旧金山 对这个真的蛮远的 五年前是疫情前了 说真的 我在2017年 2018年 离开旧金山之后 因为我之前在那边 住了大概六七年 到现在已经六年没有回去了 每次朋友都说 什么时候要来 什么时候要来 我说好好好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 现在疫情结束之后 因为疫情真的是空白了两三年 疫情结束之后 想要重新一趟旅行 真的是有一点点辛苦 就有一种 没有 需要慢慢回归 慢慢复归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亚洲跑了几趟 总算在今年七月 要飞到欧洲去了 美国应该 每周啦 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明年后年 我还蛮希望能够赶快开启 我的中南美之旅 中南美之旅啊 真的是以前在当学生 住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去 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去 现在要去非常非常的远 一想到就觉得头皮发麻 先稍微让我等一下 好 然后再来是你有聊到说 这个有一段票 商务商后面都商务商 你如果是同一段票的话 转机他一定要给你重量啦 不然你行李要拿出来吗 也不太可能 不过通常喔 这个一长一短啊 或是怎么搭配 有的经济商搭商务商 这个要看每个不同的联盟的规定 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你是住哪一个联盟啦 再来是Gothic Eyes 美声在线 李又生的歌声好疗愈啊 让人听了有幸福的感觉 祝福你继续保有 这样子的真性情 节目长红 好的 非常感谢 久违 很久没有唱了 应该不会常唱 我自己也不会唱 好 再来因为我是这样 第一次留言 李又生你好 你的节目我都放在 兼拆外送时来听 但我听的是平台式Spotify 但我没有买Spotify的会员 所以跑来Apple Podcast 留言 因为今年才发现了这个频道 所以就是从头开始听 而我这次是要针对EP202回复 今天也刚好听到这 今年是12月初的时候 去年是12月初的时候 去东京自由行 而那个时候的目标 真的就是去看银杏 跟圣诞灯式 一人独旅 我主要去的有点 有日比谷公园 代代目公园 神宫外院 和上野恩赐公园 另外意外的收获景点 有神明 神田明神 往JR浴茶水站的路上 以及横冰钢弹 所在的山下公园旁边的 停车场 昭和国营公园 真的是太远了 后来就放弃了 东大则是太懒得去 另外枫叶的话 我推荐 小石川后乐园 外院的枫叶 我那时感觉 太过于稀疏 一整个拍得很开心 虽然中途还摔倒相机 哇 非常谢谢你 看到你有这么愉快的 冬天来冬天的行程 我也觉得还蛮开心的 真的是 每一次 我到了某一个季节 要路日本大特首的时候 尤其今年 因为去年已经一次了 我就很想要聊点 季节性的东西 因为我总觉得 日本的季节性 真的是很明确 我以前在台湾 我都还没有感受到 春夏秋冬的景色变化 有这么明显 日本真的是还不错 好啦 感谢你 非常谢谢 充满感动的300集 感谢记 忍住好奇心 直到星期一 才心满意足的一口气 听完300集 感谢记 完整内容 心里莫名的激动 不敢相信 日本大特首 已经来到了300集 真的好快 听着每位听众 提出的问题都好有趣 很欣赏研究生 认真回答美题的态度 最有感的是 研究生分享自己 对于旅行的方式和观点 也很期待 每次研究生旅行之后 回来的心得分享 虽然自己目前 未能去到那些地方 但透过Podcast的方式 也能让自己 视野更开阔 谢谢研究生的分享 未来不管节目走向如何 私心希望研究生忙碌之余 还是能挤一点时间 保持日本大特首 就算拉长更新时间也OK 双周跟月更都可以 祝福研究生生活 工作都平安顺利 非常谢谢你 然后300集 对 我很久没有这样子 一口气回答那么多问题 所以真的是录了整整两集 旅行这件事情 每个人的玩法都不一样 以前一开始 我会有一点点害羞 不是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旅行的 觉得自己旅行方法 跟人家不太一样 后来就觉得说 正是因为 大家的旅行的方法不一样 我也很喜欢去参考 我身边朋友的旅行 像是张亦凡凡哥 用镜头跟大家做朋友 跟世界做朋友 他的旅行方式 我看来就觉得超酷 雪儿的旅行方式 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 雪儿真的就是一个 很喜欢一个人独旅 然后慢慢的 用一个很省钱的方式 去走这趟行程 像电通的旅行 就会以饭店为主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的旅行 是以吃东西为主 我自己的旅行 饭店一部分 但是我很喜欢看历史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多的时间 我就会去看看历史 像是在这种东南亚 亚洲 亚洲当然就多吃一点 然后亚洲的旅行 我会更看重的事情 其实还是以忙里为主 想要让自己放松心情 好了 这个三百集已经聊过了 我这边就不重复了 再来是我们的朋友在这里 Taiwan Vibes 不错 听到研究成有日文的Podcast 就过去听了 还蛮有趣的 西吼的语速也不会太快 大家都能听懂 听到居然是西吼跟研究成 很兴奋的分享看滑龙洲 然后研究成完全没看过 也太有趣了吧 下次回台湾 可以去大家河边公园 看龙洲比赛 感谢你收听 我觉得很有趣 Taiwan Vibes 那个节目 现在就是 感觉一半台湾人 一半日本人在听 不知道大家听我在那边讲话 会不会觉得有一种 很神奇的感觉 我在跟西吼 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很刻意的跟西吼说 我说你每一次做完 这些功课之后 然后节目之前 一天让我看一下 然后我就直接去 跟他聊天 因为我觉得在 做节目的时候 总是会希望说 他有一个特色在这里面 那我希望可以尽可能 以西吼一个 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台湾 我觉得这是一件 相当有趣的事情 然后说真的 这不就是也是这样吗 很多人来日本去过的地方 我每次问西吼 西吼就跟我讲说 原来这个地方 也是观光景点 我说对 这是观光景点 只是你住在东京住久了 你没有想过 那个地方是观光景点 但是对于一个 外国观光客来讲 那地方算是一个 日本的魅力 我觉得相反过来 也是这样 我跟西吼去 录台湾VIVE 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意外 发现了很多 台湾的魅力 是我之前住在台湾 因为我毕竟 就是一个台北人 我没有去想过的事情 哇 原来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 日本的观光客来讲 是一个 这么有魅力的台北 我想这就是一个 我去做这个节目的 一个初衷吧 我也很希望说 能够把日本介绍给台湾 已经一年多了 我能够有一点点时间 去把我最喜欢的台湾 我所成长的台北 介绍给日本人 好 我们今天聊 日本的历史 日本的历史 我们来聊昭和50年 1975年 这一个年代呢 其实新音乐 日本的新音乐 已经开始崛起 也慢慢的流行 它基本上呢 是在70年代 日本音乐场景的 一个大型的变迁 还记得在前几集的节目 有跟大家聊到 这个歌谣曲跟Fox 歌谣曲跟Fox呢 基本上主导了 1970年代的初期 也大概就是在 昭和45年 到昭和50年间 但是到了呢 昭和50年左右啊 这个歌谣曲跟Fox 民谣呢 也慢慢的退了流行 歌谣曲呢 基本上是以大量的 抒情的旋律 以及大众化的歌词 而广受欢迎 而民谣更强调的是 个人的表达 还有融入更多的社会议题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两种音乐的风格 也慢慢失去了 年轻一代的青睐 新一代的观众 更倾向去接受 融合现代元素的新音乐 而传统音乐 就显得更加的缺乏心意 以及缺乏吸引力 新音乐里面呢 除了有民谣跟摇滚 原本的一些元素之外呢 加了很多流行音乐的新元素 所造成的独特的音乐风格 而这个新音乐 有更多的创新性 很多知名艺人 在这一个时候呢 因为他以创新的精神 而崛起 五轮真弓 中岛美雪等等 他们透过他们的作品 将新音乐推到了最高峰 这些音乐在旋律上面来讲 除了很新之外 歌词呢 也是会有一些诗意跟思想性 特别的容易引起 当时年轻人的共鸣 而那个时候 随着电视跟广播媒体的 发展跟普及 新音乐呢 也更广泛的传播 所以啊 唱片公司就开始积极推动 这种新音乐的发展 透过各种市场的活动和宣传 让新音乐的知名度和接受度 在这一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这个时候刚好啊 也是日本社会非常快速变革的时候 年轻人呢 开始追求个性化 以及自我表达 这种很努力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件事情啊 本身就跟民谣曲 产生了一点点的冲突 所以新音乐呢 更可以让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跟价值观呢 透过音乐的方式所表达出来 那时候啊 轮导玉介他就说啊 新音乐他的一开始呢 是以模仿美国大学生为中心的 民谣复兴运动开始 然后经历了政治的抗议 最后落脚在自身的内省 以及抒情的自导自演的音乐上面 之前音乐被称为新摇滚 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 就被称作为新音乐 如果要聊到新音乐的代表作品呢 大家应该就会想到1975年 昭和50年 由中导美雪所演唱的时代 这首歌啊 真的算是那一个时代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除了新音乐之外 这一年发生的另外一个大事情 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 访问了日本 是第一次访问日本的 在位英国君主 这一次的历史性的访问呢 也让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达到了最新的高峰 访问在当时啊 这个规模呢 相较于去年啊 需要16万的警卫护卫 女王的访问呢 只动员了5万名警察 并且设置一个 由2400名礼兵人员 所组成的队伍 里面有600位女性 穿着鲜艳的制服 来确保接待的规格 以及安全 当时女王跟亲王的行程 包括了日本天皇和皇后的 多次见面 她们一起参观了 京都的名胜古迹 桂梨公花园 也品尝了日本的绿茶 尽管当时呢 刚好是在全国性的交通罢工 所以交通计划受到严重的影响 但她们最后 还是搭乘了新干线返回东京 并且在新干线上面 欣赏了富士山的美景 访问的当时 女王跟亲王呢 也参加了多场的文化活动 包括从帝国饭店 一直到国立剧场 各个地方的巡游 也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也促使了日本各大百货公司 大量的引进英国的产品 像是纪念章 服装和家具等等 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经贸交流 这次的外交活动呢 算是英日之间啊 文化跟经济当中的联系 而英国女王呢 在访问的时候 尽量避免提及 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话题 也让大家看到了 她的外交智慧 以及敏感度 而在当时 英国女王的时尚风格 跟优雅的举止 成为了许多 日本女性的模仿对象 她在访问期间 所展示的服装跟配饰 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跟吹捧 所以这次的访问啊 不但是增加了两国之间人民的了解 也在日本的国民之间 引起了新的风潮 这一年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流行发生 这个在中文应该叫做红茶菌 也就是所谓的康普茶 这个在日文叫做红茶 康普茶呢 它其实是一个用甜茶发酵而成的饮料 因为里面有共生菌跟酵母 所以据说呢 有很多健康的益处 这个风潮是来自于 日本作家中春真子 他在1970年所出版的 红茶Kinoco 也就是这个康普茶的健康法 这一股热潮啊 其实源起于日本作家 中满虚摩子 他在1970年所出版的 这个红茶Kinoco健康法 就是康普茶健康法 书中里面呢 很详细的介绍了 它的健康益处 包括促进消化 增强免疫力等等 这本书啊 发行之后迅速走红 半年之间呢 就销售了30万本 书里面所附带的优惠券呢 可以让读者来 索取这一个康普茶的菌珠 结果每天收到了2万份的申请 估计有300万日本人开始饮用 这个饮料很快的就成为了 家庭自制饮品的热门选择 但是科学研究呢 对于它的健康的益处的支持 其实相当的有限 所以说呢 因为这些说法 有点缺乏科学的证据 此外呢 在舆论上面 也有提到说 它可能会有一些 发酵过程中的卫生问题 让这些菌会受到污染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慢慢慢慢的 这一个热潮就退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健康专家 对于它实际的益处 提出了质疑 在当时啊 真的算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事件 当然在这一年啊 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叫做Beta跟VHS的战争 如果大家有用过 以前的电影录影带 你应该有听过 所谓的VHS跟Beta 那Beta呢 其实是BetaMax 在昭和50年 Sony他推出了BetaMax的 家用录影机 随后不久呢 日本的Victor 也推出了竞争对手 是VHS 这两个战争啊 持续了差不多 有十年之久 最后由VHS胜出 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录影格式 VHS应该持续相当的久 一直到很后来 才又被DVD取代吧 那这个竞争的背景呢 其实是于Sony呢 他一开始推出BetaMax呢 他是宣称啊 他是有更好的画质 以及更好的声音 但是啊 他的录影带 只能录制一个小时的内容 而VHS的录影带呢 可以录两个小时 甚至到后来呢 有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录影时间 所以VHS在家庭录影上面 跟录制电影就更具备优势 虽然Beta它的技术上面比较好 但是VHS的生产呢 比较便宜 也更具市场竞争力 也更容易制造VHS的录影机 所以JVC呢 选择不对VHS的技术申请专利 让更多的制造厂商 可以生产VHS录影机 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 然而在Sony推广Beta的时候 遇到了授权问题 所以让很多其他的公司呢 没有办法使用Beta的技术 而VHS就迅速的 跟美国电影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推出家庭录影带的市场 这使得VHS在录影带的 租赁市场上面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很快的消费者就发现啊 VHS可以录完完整的 电影跟电视节目 但是Beta它的录影的时间 实在太短了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 慢慢的转向了VHS 一直到了昭和62年的时候 VHS呢 已经在美国的录影市场 占据了大概有 八成左右的市场份额 后来呢 Sony就扩展了Beta录影带的长度 为时已晚 VHS已经占了主导的地位 最后啊 VHS呢 就成为了家庭录影的标准格式 Beta带就慢慢的趋近于边缘化 在1993年 美国停止生产 最后一台BetaMax的录影机 在2002年日本生产之后 也跟着停产了 是不是大家家里面 还有VHS带跟Beta带呢 我仔细想想好像家里面 的确有这样子的东西耶 Beta带好像也还有哦 现在应该都已经 没有人在看这些带子了吧 毕竟这些科技的技术 也不断的发展 现在可能连DVD都没有 因为大家都在看串流了 这一集啊聊到新音乐的时代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首歌吧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听 有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可能这就是新音乐 那一个年代的魅力吧 而且也被翻唱了那么多次 我想来跟大家来聊 这短短的一段歌词 跟大家这种 很喜欢旅行的人来讲 应该会还蛮有感觉的吧 中岛梅雪的时代 旅途中的人们啊 终将与故乡重逢 即使今晚倒下 也依然怀抱着信念 踏出那扇门 尽管今天 无尽的人语纷飞 时代不断的轮转 重复着离别与相遇 即便今天倒下的旅人 也会在重生之后 再次迈向步伐 迎向新的旅程 好了我们昭和50年 就聊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 也追踪我们的脸酸IG 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